我很想知道 我真的住過曼公屋一段時間 但是不知道那個年份是否 如果是20年前 我都應該是差不多的日子 可能是這樣 你知道曼公屋嗎? 青水灣道直入的 過了超級市場的位置 剛巧我手上還有一位朋友 又是一個電郵來 嘩 水蛇春 很感謝她那天也來書展 帶小朋友來 她也說 我也有一件關於曼公屋的事 其實我就不如自己說吧 真的好了 肯自己說就最好了 有何小姐 Hello Edmond 還有我們的嘉賓Hailey Hello 你好 Hello Hailey 很感謝你父老葵有出來那天 是呀 是呀 好 謝謝你 我沒有收過你這個電郵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而已 是呀 因為之前我是WhatsApp過來給你的 不過不要緊 現在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 好 你呢 什麼事? 其實是這樣的 我現在住在曼公屋大約五年左右 第一年進去住 我們住在一個中層的單位 住到差不多覺得中層不是那麼好住了 那些村有介紹 附近有個地下蓮花園 就沒有人住的 試一下幫你問一下業主租不租 因為那個單位就是 他好像是想買給兒子結婚住的 即是將來結婚的 那我一直買了 放在那裡 丟空了 那他就幫我打個電話去問他 有個朋友想租你的單位來住 有沒有興趣呀 那業主說 十幾年都沒有人住過 那裡面很多東西都日久失修 那些牆又裂了 地板又有裂痕 他介不介意呀 那當時我就說 OK啦 這些很少問題 那我們就找師傅進去裝修 那我就想執一執他啦 那好啦 那就到裝修的時候 我想其實一個星期左右 那完了 我就找了工人姐姐去清潔 那好啦 那姐姐清潔之後就跟我說 啊 有個叔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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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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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我就問回裝修的叔叔啦 我說是否有這件事啊 叔叔又不多個啊 臨水的時候就見不到有任何人的 好啦 那接著都沒有什麼的 那就沒有什麼去擇日的 其實因為我都不太懂這些東西 那就安排了一些日方便的 那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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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掛著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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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房門 很害怕很害怕 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婆婆 是啊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只要問你燒的東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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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自己想可能自己不懂 沒有問老人家應該不要太晚去燒東西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如是者就住了在那裡一年 一年裡面那間屋就很奇怪 有蛇 不出奇 萬公有蛇 也不出奇 是呀 琴渠在屋裡面 有多出奇啊 住地板嗎 住地下連花園 中層 地下連花園 那裡周圍都是樹 草 我搬到地下那裡 不是第一連中層那裡 是搬到地下花園那裡 也不出奇啊 有些這樣的東西也不出奇 不正常 那接著呢 最主要是那個姐姐 很有問題 她時不時會對著窗說話 我問她姐姐跟誰說話 她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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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時不時有時候在花園 無緣無故又跟人說話 通常我留意這些行為 都是夜晚黑的時間 入黑的時間特別多 那我問她一路都說沒有 那時候呢 那就不要緊 那就都當沒事啦 但是那姐姐本身 是她的行為有些問題 我就換了一個 就不關她這些奇怪的行為事 那當新的那個姐姐 過來之後呢 其他的靈異事件 就陸續這樣發生了 那她來到之後呢 我就剛剛有了BB 那就比較累的 那她經常都需要睡覺的 那每次休息完之後呢 一走出廳呢 就見到姐姐就陪著我兒子 我兒子呢 十三歲大的 那她在廳裡看電視的 那她經常性就是 將她拉開啊 還有好像 將她拖開去另一邊 好像很刻意地避免某些事情 那我就問她了 那姐姐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為什麼好像 你經常扯到她另一邊的 這裡有些什麼問題 那她一路都沒有說的 那到我先生都見到的時候 就覺得不對勁了 那我先生再問她一次啦 她才說 其實呢 一直以來呢 就有一個小朋友 還有一個女人 就跟著我兒子去看電視的 經常都陪著她去看電視的 哇 那我聽到其實我都打了個懶陣 因為我完全是很低齡人士來的 我是感覺不到的 嗯 那接著呢 她就跟我說 其實還有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就不是長住在房子裡的 但是時不時都會走過的 都會經過的 哦 那聽到啦 就很擔心啦 因為那時候有剛剛懷孕啦 那我就找了朋友 那個法科師傅過來看一看啦 嗯 那師傅 那當晚一來到之後呢 就跟我們說 在我們未來之前 她說已經知道那個靈體已經走了 嗯 那到最後呢 她就跟我說 不用擔心的 我現在招她回來 那其實她燒了一份東西 做了很簡單的意識而已 那隔了我想五至十分鐘左右 她拿著那個袋子 她跟我說 在這裡啦 哇 有沒有那麼快啊 他在這裡 就是捉了在袋子裡嗎 是啊 那當時我就問她 有沒有危險性 因為始終我有小朋友 我都比較緊張的 嗯 那她跟我說不需要擔心 她是很多年前 在這裡的居民來的 嗯 那其實我知道有多少的嘛 因為姐姐有透露過 我特意試那個師傅而已 嗯 當時我問師傅 我想知道呢 大概有幾多靈體在這裡 她跟我說兩大一小 她一說完兩大一小之後 我即時是起了雞皮 是exactly一樣 種了 嗯 那到最後呢 那師傅跟我說 不需要那麼擔心的 那她就入屋 拿一杯水 叫我拿一杯清水出來 那我燒了豆腐 塞了下去 嗯 那在我屋牆上面呢 就畫了一些符袖 那她跟我說 這個叫封屋儀式 嗯 他說當封了屋之後呢 所有靈體都進不來的 直至到半屋 如果你搬屋的話呢 就會自動會沒有了 那些符袖 嗯 那好吧 那大致上都是這樣 那之後封了屋之後 就完全沒有其他事情發生的了 那最後師傅都 臨走都 精足我一句了 他說其實 反而這兩大一小 你不需要那麼擔心 最大的問題是 你屋後面那個山頭 是 他跟我說屋後面山頭 其實有個鬼王在這裡 噢 鬼王 他說那個鬼王就真的厲害了 噢 那他跟我說呢 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其實鬼有分幾種顏色的 有白色 有紅色 有黑色 他說現在山頭後面那個 是黑色的鬼王在這裡很多年了 嗯 他說千萬不要惹到他 其實我聽完他這番說話 其實我是很害怕的 但是當時因為華人 你沒有辦法即時可以搬走 是 所以我都在那裡多住一段時間才去搬走 是啊 但無緣無故又不會去踩到他的 是嗎 照他又 鬼王 其實都不會去踩他的 我們都不會的 其實平時呢 我在那裡住了幾年 因為都會開車出入 其實回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也會害怕的 因為車住姐姐的時候 有姐姐都會說 小心婆婆啊 突然之間他會這樣說 小心婆婆 其實我看到是沒有人的 但是我整輛車停停了 我就拉著手機 適時衝進屋 我都不敢動了 真糟糕了 請了一個看到東西的姐姐 是不是 其實時候是 還有我接著換了一個 姐姐身那個 都是看到東西的 事後了解一下 兩個都是看到東西的 嘩 你的命這麼棒 是啊 但自己本身是低靈的 我想問剛才說的屋 我想再看一次 你現在說那個地方 後面就是山坡 是不是 是啊 那你是不是在那個 因為萬公是鍋了下去的 就是是不是下車之後 是第一排屋來的 是不是 其實那裡叫 省尾頂公廁 轉左斜路 一落落到底 現在那裡是變成一個停車場 以前是一個爛地 不過萬公好像有兩邊 是不是 好像有兩邊 我不知道你在說那邊 是不是 公廁那邊 叫我省尾頂公廁 哦 OK 他轉左直到一條大斜路 那你圖片那裡 已經看到是一個停車場 嗯 那間屋那裡 有分前面和後面 前面一個停車場 後面呢 背後就是一個山 那裡 以師傅跟我說 就是那個山裡面 有個鬼王住了很久 嗯 就千萬不要惹他 OK 咦 咦 咦 都想說回Emman 因為呢 自從封了屋之後呢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事件發生的 都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那在封了屋之後呢 大概一個月左右呢 那我媽媽呢 離世的 嗯 那很奇怪的 那她是晚上11點離世 那我就 凌晨1點才離開醫院 回到家之後呢 姐姐跟我說 啊太太啊 婆婆在門口 大概 一個多小時前 婆婆站在花園門口 我還以為你們在聊天 嗯 那我就覺得 咦 怎麼會啊 因為我媽媽11點已經離開了 她說是啊 我看到婆婆回來了 然後我跟她說 婆婆已經離開了 她都不敢相信 但我就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 當時師傅封了的關係 她進不來 所以她站在門口外面呢 可能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 如果自己人 我覺得 我相信會的 我相信 都不行 都進不來 是啊 因為師傅 事後其實是問回師傅的 因為我說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姐姐看到我媽媽 離世當晚 是站在花園門口 一直在看著 因為姐姐當時是不為意 以為我們在外面聊天 因為時不時都會的 所以 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但是師傅說是會的 是會進不來的 封了屋 明白明白 好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回應一下 因為你都寫得很清楚 圖很清楚是哪間屋 是不是 是 可能現在有人 還在住 還在聽 大哥 後面那個鬼王 是不是 師傅這樣說 這件事都20年前 是不是 不是 幾年前 我混合了 你這件事幾年 剛才那件事就20年了 剛才那件事就這麼多年 我這件事幾年前 我離開了晚工四年 搬走了四年 算是新鮮鮮熱 你現在也是住村屋還是什麼 都是 都是啊 有沒有東西 豪衝 豪衝都非富之貴 我意思是都差不多 是的 但是就 都在這裡四年 但是就沒有晚工屋這麼厲害 本人認為 是是是 明白明白 好 多謝你 又說得很好 又透明並茂 這件事 謝謝你支持 第一次交課 不要介意說得不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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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有些回應我 西貢 西貢 我曾經大概三四年前 四年前左右 我就跟一個老闆 他是做建築公司的 除了做工程之外 都會收別人的地 或者可能一些房子 他覺得有價值 就會收來 等升值這樣 曾經 就有人 就扔了一個盤出來 就說那間房子的 屋主 姓何 很有錢的 不是香港人來的 喂 很難猜而已 哈哈 對 姓何很有錢 很有錢的 姓何 很多人都有錢 正確地點我忘記了 因為我是跟司機的車 但是都是西貢 對 一定是西貢 他說這間房子 大概三四千呎的房子 裡面有賣泳池那種 但是一直都買不走 想整間房子 以為平地再重新發展 也做不到 我們沒有找到原因 生意人都是想買來升值賺錢 即是沒有住過的 沒有住過的 他說其實是丟空了很久 丟空了至少九年 即是幾年前說到至少 OK 然後我老闆就說 去看看吧 當日大概五點多鐘就去 其實實際我真的無法搭到哪裡 總之我只知道是西貢區裡面 去到那個地方 其實他沿著山路下斜 去到那間房子 即是清水灣你是轉了一個大斜路下去嗎 過了南圍 過了南圍 過了豪宗 我明白 即是你應該去西貢市中心 是的 是西貢市中心的房子 是的 OK 然後那間房子沿路下斜路 其實旁邊都是沒有屋 即是那條小路去 最終的位置就是那間房子 去到那裡大概五點多鐘 其實還沒有日落 但是天開始暗 嗯 那我一停車 因為我坐七人車 坐在後面 沒有看前面 那我一停車 準備一停車 就坐起來 準備開門 然後看一看 那他有個大閘 裡面才是屋 是 全部都是日軍 不是吧 真的全部都是日軍 然後我立即想 這裏是哪裏 以前是哪裏 以前是哪裏 全裏有多少 那個畫面上 那個閘那裏至少有二十幾三十個 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然後我心想這裏以前是哪裏 那裏是哪裏 那我就很堅持我老闆說 我不下車了 你們去看 其實在於職責來說 我是要下車的 不要看了我們就走了 就直接進去都沒有進去看 但我記得是米白色的房子 一直賣不出 但叫價是否站得很硬 當時的市價來說不算貴 不算貴 那時不算貴 但是 我想不明白 這麼大的地方 都是一億多 這麼大的房子 連著後花園 又有泳池 三四層樓 看上去是很新的 OK 都是叫價一億多 是 是 但是他說放了九年 雕空了沒有人住 哇 日軍Full Gear Full Gear 就是拿著一支 即是類似槍還是刀 全部都很縮立地站在那裏 就是穿軍服的 他們見不見到你 我不知道他們見不見到我 因為我見到我已經不想再見到 那個情境 哇 這麼厲害 唉 靈探一下 喂 不是 我們假裝想買這間屋 然後就去看看 假裝想買 可能屋裡面更精彩 當然 要站在門口裡面 對嗎 對 但到現在相信還沒有賣出 不知道 沒有了解過 試試問吧 西貢真的太多這些事件 就是屋 可能比較遠離市區一點 還有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環境有時候是 其實我覺得 以我觀察 因為我看到靈體 香港某幾個地方是會特別多的 你說來聽聽 香港仔 香港仔 華什麼村 華褲 因為我很少過海 有一次晚上做完 晚上半夜兩三點 我剛好搭那個小車 會繞進那條村 然後再出來 其實我不知道 那裡是 忘記是華褲還是華什麼村 華褲 總之繞進去 再出來 那裡的樓是一陣子 對著馬路那邊 是 我看到很多靈體 就是不停跳完 跳樓 跳下來 一會兒有另一個 就是跳下來 這樣的畫面 總之你進到那條村 就好像很多東西 掉下來的感覺 嗯 然後我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我問這裏哪裏 是華褲村嗎 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說 蛤 我沒什麼事都不要再來 知道 沒什麼事都不要再來 因為那個走廊是一排的 是啊 我看到有很多 是低座的那些 你應該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低座 是 因為如果你坐小巴 它不會穿得太入 通常在低座那裏 下了客人 就回到香港仔 對 一進一進去就出來 對 總之看到很多人 都是站在那裏 準備跳下去的畫面 哇 除了華褲嗎 還有呢 西貢 西貢反而又不算很多 是 瘦某平 哦 瘦某平很多 翠平村 是啊 以前的牛頭角霞村 拆了的 是拆了的 是啊 都多了 還有 還有 我想一想 左邊看得多呢 是 那些殯儀館不會 不如反映一下吧 瘦某平村 瘦某平村 有件事很奇怪 很想分享 我以前很少去殯儀館 到我近期去殯儀館幾次 我都發現了一件事 嗯 大家可能會想 喂 殯儀館裡面當然有很多很多靈體 那一定的 根本屍體都在 你會這樣想 那你會不會想 靈堂裡面有很多靈體 靈堂裡面最少有一個 就是那個死者本身 我看到有兩個很高的黑形 我不知道是不是 類似鬼差 或者帶他走 是的 但是每一個靈堂裡面 真的只有那個死者 那當然 他霸了那個位置 我可能不是這樣想 我可能以為靈堂 那當然是靈堂都多的 那些 那些 我這樣想 那天是屬於他 是的 其他人都不會 我沒想過靈界裡面 他今天租了這裡 這裡是他的 我沒想過是這樣 那如果周圍走廊有其他 走廊就有其他 是的 走廊就會有其他 或者燒儀那些地方都會有 嗯 好了 現在接近完我們的免費時段 剛才那件事就還沒說完 是的 那你想什麼時候說 哈哈哈 受廊時段才會告訴你 哈哈哈 那些嘉賓很懂得做 對不對 完全知道整件事的設計 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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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你的朋友 穿著黑 那天就穿著手衣 就來找我 就來找你了 OK 嘩 想聽下去的話 怎麼搞呢 其實很容易 按幾顆按鍵就搞定了 那麼 去到amonpoon.com付費的版頁 那裡就可以透過信用卡 用PayPal去付費 又或者在我們的 BayPal手機APP裡面 購買coin就可以了 我有一張照片 給大家看一看 有位法科的朋友 他們做煙貢的時候 可以拍到的 Hailey給你看看 這張是在國內拍回來的 在做煙貢的時候 好 我不告訴大家 他們認為在哪裡拍到的 哪個位置 你看看見不見到 我們可以到處放大一下 在爐上 看有沒有感覺 他們說都拍得很清楚 在某個位置 其實我是近視 你近視 其實我是近視 因為我看照片很遠 是嗎 OK 不如我給你一張照片 我看手機給你看 我看手機給你看 直接在手機 OK 你看看 在照片看不看 咦 我又沒有多幼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發出來了 大概這個位置 你見不見 清不清晰 是不是有一個類似人形的東西 當然就是一個人形的 但你應該看得不清楚 是嗎 我看得不清楚 不清楚 好了不要緊 待會我們都會談談這張照片 因為我都曾經跟過一位朋友 一位師傅 去年的7月14日 正正一晚 我們在和合石通宵了一個煙貢 我們都拍了一個曾經都很震撼的畫面 就是這個 這個都很經典 你又見到什麼 都是他一個禁止 對 很嚴重的禁止 是嗎 是 好了 就在這個墳墳的牌匾下面 是 看到一個白色頭像 手好像伸出來 是 看到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當時沒有這個人存在 沒有 但很實在 很實在 是 對 就是他在做煙貢那晚 四點多拍到的 是我拍的 這個 對 稍後會談談那張照片 他們為何會做這個煙貢 又或是為何會拍到 我懷疑一下 稍後會找法科的朋友和我們聊聊 好了 稍後回來 收衛時段 仍然有Hailey在這裡 解決那件事的最緊張部分 OK 回來再見 潘兆聰 恐怖再見